各位同学大家好,我叫韩彪 接下来我将带领大家一起开始复利液变换基础与应用这门课的学习 今天我们将开始我们的第一讲,也就是复利液变换概述 在这一讲中,我们主要是对复利液变换做一个非技术性的介绍 我们的目的是让你在深入了解复利液变换的相关细节之前 对复利液变换有一个概念性的理解 我们先来举个例子 比方说我们有一个卖临时的淘宝店 当我们观察几天的销售额的时候 我们发现在晚上的时候卖的比较多 而在白天的时候卖的比较少 当我们观察一个较长周期的销售额的时候 我们发现从周一到周四卖的比较少 周五周六周日则卖的比较多 从这张销售图中我们可以看到有两种重复的模式 一种是以每天为周期的 另一种则是以每周为周期的 我们可以画这样一张图 横轴代表变化的时间间隔 比方说这里是一周 而这里是一天 而纵轴是在这个周期内的变化的大小 比方说从这张图中我们可以看出 每周的变化量是远远大于每天的变化量的 在前面的这个数据图中 由于横轴是时间 因此我们把它叫为时域数据 而后面这张图 因为横轴是变化的时间间隔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频率 所以我们把它叫为频域数据 它们两个其实是完全一样的数据 只是呈现的方式不一样而已 在有些时候我们看时域的数据比较有用 而有些时候我们看频域的数据 则更有用 我们这个淘宝店铺的例子 其实告诉了我们复利液变化的 两大类应用之一 也就是频谱分析 当你对数据中的周期或者节律的特性 特别感兴趣的时候 你就可以使用复利液变化 将数据从时域转换到频域中去 这对于那些有多个频率信号的数据特别有用 因为复利液变化可以看到每个频率的相关信息 而这些是在你只看时域数据的时候 是很难看到的 复利液变化的第二个用途 是作为信号处理和数据分析的一个工具 在这种情况下 你对复利液变化的结果其实并不感兴趣 也并不关注信号中是否有一个特定的节律成分 但是由于我们在频域中可以更快的实现一些算法 比方说滤波 比方说卷积 比方说一些压缩的算法等等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就会使用复利液变化 对于这些应用 我们一般是先使用复利液变化 将数据从时域转换到频域中去 然后我们在频域中做一些分析计算 然后最后我们将分析计算的结果返回到时域中去 通过这样我们看起来好像很不合理 因为它使用了更多的一个计算步骤 但是由于在计算机中我们可以很快的实现每一个步骤 因此它在实际计算中会更快 而这个点也告诉我们 即使你并不关注数据的频域特性 你了解复利液变化其实也是很有用的 现在说了这么多 那么复利液变化的原理到底是什么呢 这就是我们通常见到的一个信号 它其实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时间序列 它其中包含很多的不同的成分 也有一些噪音 而复利液变化的第一步 其实是构建一个特定频率的阵弦波 就像这样 然后我们将这个波与我们的信号进行对齐 然后计算我们的信号与这个波的相似程度 而在频率中我们就要画这样一张图 其中横轴就代表这个阵弦波的频率 而纵轴就代表它的相似度 它们连者的相似度是通过一个叫做点击的运算来实现的 这个运算会给出我们信号和某个频率的阵弦波 相似程度的一个数值 当这个数值非常大的时候 就说明这个频率的阵弦波和我们的信号非常像 而当这个数值趋近于0的时候 则说明这个频率的阵弦波和我们的信号非常的不像 之后我们就再构建另一个频率的一个阵弦波 然后同样计算这样的一个相似度 然后我们再重复这样的步骤 一遍一遍的建出所有频率的相似度 而对于所有频率产生的这样的一个图 就是所谓的频谱 而这张图我们就叫它为正伏频谱图 或者能量频谱图 很显然这里我省略了很多关于方法的一些细节 但以上其实就是复利液变换如何工作的一个基本概念了 在这一讲中我们首先给大家介绍了什么叫实域数据 什么叫频域数据 之后我们也介绍了复利液变换的两大类应用 最后我们也简要的告诉了大家复利液变换的一个基本概念 我们希望这一讲让你对复利液变换有一个宏观的理解 当你越理解这个宏观概念的时候 你就越容易学习到复利液变换在数学计算上的一些细节 好 好 我认诺 是的 好好